欢迎大家观看由密使军给大家带来的本期精彩内容 从阿波罗号成功发射到登陆月球表面 一共用了102个小时45分钟 整个过程从发射到返回地球 共用了8天3小时18分钟 在月球表面停留了21小时18分钟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此次飞行完成了人类几万年的登月梦想 阿波罗7号是阿波罗计划中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于1968年10月11日发射 绕地球11天 阿波罗11号是阿波罗计划中第五次载人飞行任务 第一次登月任务 1969年7月16日发射 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类 奥尔德林成为第一个从其他星球返回地球的人类 之后的阿波罗12号到阿波罗17号 除了阿波罗13号因突发事故未能登月外 其他飞船均成功登月 阿波罗计划共成功登月五次 一共有12名宇航员登上月球 美国当地时间1969年7月16日9时32分 阿波罗11号在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发射 12分钟后成功进入地球轨道 绕的飞行已圈半之后 飞船进入的月轨道 19日20时33分 飞船飞过的月拉格朗日点 距离月球28000公里 接着飞船飞过月球背面 20日70时32分 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换成登月航 休斯顿时间1969年7月20日16时17分43秒 登月舱成功登月 阿波罗11号从发射到成功着陆月面 一共用了102小时45分钟 如果计算从地球轨道到月球轨道的时间 即整个地月转移轨道所用的时间 那就是75小时50分钟 那么这些航员究竟是如何从月球表面返回地球的呢 按照地球的程序 得将飞船装在火箭里 再发回来 可贫瘠的月球上是没有火箭的 那阿波罗飞船是如何离开月球的 对于阿波罗飞船如何返回仪式 美国一直也避而不谈 坊间的说法是紧依靠返回舱向下喷火离开月球的 这种说法虽然未曾考证 但确实没有比这个更合理的办法了 其中就涉及到的问题 就是返回舱的燃料哪里来 当然只有从地球带来 要知道当时的技术火箭 要将载人飞船 送到月球的轨道已经非常吃力 况且还要携带返程的燃料 因为月球的引力是地球的六分之一 也就是说返回舱除了自重外 还得携带火箭六分之一的燃料 其实火箭不是装多少燃料 就会有多大推力 而且涉及到火箭发动机技术 在那个年代竟有那样的技术 很惊奇 事实上 美国在人登月在学界看来 却完全是不用质疑的 至于宇航员是如何离开月球表面返回地球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物理问题 我们知道逃离一个星球的速度和该星球的引力大小有关 以地球为例 逃离地球的速度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宇宙速度7.9000米每秒 这是火箭发射时候的最小速度 也是最大的环绕地球速度 简单的来说 要想摆脱地球的引力 使其环照地球轨道运行 那么火箭理论上最低的发射速度是7.9000米每秒 那么再看看第二宇宙速度 对于人类来说 要想摆脱地球的引力 完全分离出去 最小的发射速度是11.2千米每秒 这也是登月或者登陆火星的最低发射速度 那么第三宇宙速度 则是要求火箭 摆脱太阳的引力束缚 也就是达到这一速度后 飞船就可以脱离太阳系进入宇宙空间了 比如旅行者一号 月球的质量只有地球的81分之一 表面的引力大小 只有地球的6分之一 所以月球的逃逸速度就相对地球小了许多 大约是2.4公里每秒 所以逃离其表面的发射速度 只有地球的3分之一 其次月球没有大气层 表面基本是真空状态 所以发射升空没有气体阻力 所以飞船所需的燃料也少了许多 大家学过化学便知道 燃烧有三大条件 可燃物 氧气 高温 但是登月返回舱要离开月球表面 就得点燃燃料喷火 但是月球表面并没有氧气啊 事实上登月舱自带的燃料里就包含着氧气成分 点燃燃料后登月返回舱就受到一个反冲力 速度随即加快 达到月球入轨速度后 进而逃离月球 在地球上发射火箭 之所以需要发射架 在于较大的逃离速度 要求火箭燃料的加大 进而导致火箭体积和重量增大 所以需要发射架加以稳固 而月球的引力很小 导致其逃离月面的速度很小 所以发射条件 就不像地球那么苛刻 至此 关于阿波罗飞船返回地球的问题 就剩下了最后一个问题 飞船是如何抵抗大气层高位 穿越回地球的 2011年8月11日 美国猎鹰HTV-2飞机 在加州泛登堡空军基地成功发射升空 在独自飞行并返回地球时失去联系 实验失败 其后 美国取消了这个项目 这意味着迄今为止 美国人还没有成功掌握高超音速飞行器 太空打水漂的全部技术 所以 1969年7月24日 阿波罗11号的指令舱 没有采用打水漂来减速降温 换句话说 当年美国人更不可能掌握太空打水漂的技术 当年阿波罗11号是邪雷平万军的第二宇宙速度 以大无微的精神冲进了大气层 依靠天顶星一般神奇完美的抗销石技术穿过大气层 安全返回地球 渐落到了太平洋中 三个宇航员自己脱掉宇航服 自己爬出指令舱进入旧升船 那富悠闲自得的神态 哪里像是在无重力状态中度过了8天又13个小时 倒像是在加勒比海上吹掉度假 问题这就来了 美国早在1969年 就拥有了抵抗5000度高温的能力吗 有人问了 既然高速穿越大气层这么危险 那为什么不让航天器再进入大气层 之前早早的就点燃反向火箭 以此来进行刹车减速呢 理论上是正确的 可是实际情况是 返回地球的航天器体积都很小 携带的那点燃料都只够进行姿态微调 不可能用反向喷射来减速 即使是美国航天飞机那样的大家伙 都没法携带那么多的燃料 所以目前人类返回地球的航天器 都不可能利用反向火箭来减速 也就是说 目前人类所有的返回飞行器 在进入大气层之前 都不可能具有明显效果的刹车能力 嫦娥姐姐往返八十万公里的路程 本来就调遥凶险 危机四伏 可是好不容易回到家门口 还要接受更加危险的打水漂 极限考验 那些在飞控大厅里 做得舒舒服服的中国航天科学家们 为什么非要让自己的宝贝疙瘩 去酒死一生的赴汤导火呢 当一个月球探测器 离开月球引力场 进入地球引力场之后 由于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 其速度会越来越快 在到达地球大气层边缘 距地面120公里时 探测器的速度便几乎达到了每秒11公里 接近每秒11.2公里第二宇宙速度 在这个时候 对飞行器最大的威胁 便是穿越稠密大气层时 空气氛子与探测器表面 因为摩擦而形成的高温 所以 航天器要想安全回到地球 啥都不用讲 第一条必须解决的难题 就是给航天器降温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地球人所有的太空探险活动 都是单向行动 所有的宇宙员都成了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为了避免让宇宙员在大气层的高温中烧成灰烬 科学家就必须绞尽脑汁给航天器在返回时降温 通过几十年来的实践努力 航天科学家发现有两个途径可以实现降温需要 第一个途径便是给返回的航天器 穿一件能够完全扛得住高温的外衣 让航天器直接冲过大气层 比如在航天器外面包裹高温陶瓷 再加抗烧时材料 这些材料一边燃烧一边挥发 带走过高的热量 使得航天器始终处在安全的温度以内 第二个途径 返回飞行器采用太空打水漂 来给自己减速 比如嫦娥姐姐在刚开始进入亚太空的西伯大气层时 速度是33个马赫 而月起再回大气层之后 速度便减到了第一宇宙速度左右 所以摩擦带来的高温便降到了飞行器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了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大气层后 是如何对付高温的 航天飞机以24马赫的速度进入大气层后 开始无动力滑翔 其间不断横向滚转至90度 用主动放失声力来降低高度 用增加影角来降低速度 但横滚有自然的转弯倾向 所以航天飞机要时不时反向横滚一下 用S型航机来保持基准航向 以略高于第一宇宙速度的8.1公里每秒 进入大气层的航天飞机 必须冒着极大的风险 以杂技一般极其精密复杂的操控动作来防止机面温度过高 但都没能完全取得成功 并为此付出了哥伦比亚号的惨痛代价 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而这已经是80年代的技术了 那么1969年的阿波罗11号 又是怎样承受住第二宇宙速度 带来的更高的温度的呢 今天的内容讲到这里 您可以在下方评论区 发表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欢密室君 还可点击视频右下角 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都有精彩内容带给大家 感谢观看